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我是花宇 今天我要來講一個 其實我在很早之前就有收到的一個 觀眾的問題 然後剛好目前這一期的蘋果也是 符合我們這次影片的主角 所以我們今天影片要講的就是 輪迴到底為什麼這麼貴 然後輪迴到底值不值得買 其實在很早的時候我就受到一個觀眾問題 他就說很希望我可以做一下解釋 或者是說明一下到底為什麼輪迴現在越長越貴 如果現在想要入手輪迴的話 現在是不是一個好的時機點 那我們今天就直接做一支影片來 告訴大家我對輪迴這個道具的看法 那以下的內容其實 純屬我自己的意見 就大家其實稍微參考看一下就可以了 我不覺得我講的一定百分之百是對的 但是觀眾想聽聽看我的看法 所以我就把我的想法做成這支影片跟你們分享 輪迴這個東西其實我覺得 它的價值其實遠遠高於現在的市價 對 因為它會比這些功能性太強大了 就像我們所知道的輪迴 它現在的效果是可以讓 出來的怪物更多 而且怪物重生的速度變快 那為什麼現在輪迴的價錢值會一直不斷的 提高而不會疊價呢 其實我覺得 我們以前上課都有學過 平序平衡的道理 就是我覺得現在輪迴越來越貴是因為我們 玩家對輪迴的需求越來越高了 所以導致現在輪迴價格就是 功不應窮 風之谷這款遊戲其實它是一個 洋城型的遊戲 也就是說你是不斷的去培養你自己的帳號跟角色 跟那些DOTA類的遊戲不同 我們的遊戲路線主要是走這個方向 那我覺得不管你是打王還是你去 你是玩外觀的玩家 還是你是玩其他類型的玩家 你都脫離不了一個主動就是 你一定會有等級 那既然你有等級你就是 你的等級要提升你就勢必要練功 講到練功的話那這個道具自然而然 它就是最強大的神器 為什麼因為它能夠讓你練功的時間減少 而時間就是金錢 換句話說你省下時間 你就可以省下更多的錢 因為你可能可以拿那些你省下來的時間去賺更多的錢 那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 其實我們以前是有陰陽式的一個特別的技能 叫做鬼神召喚 但是然後它以前的技能效果是 能夠讓地圖上面的怪物 就是變得比原本還要多 那它的效果是可以跟輪迴兩個一起疊加的 所以以前我們常常聽到人家說 輪鬼輪鬼就指輪迴加鬼神的意思 但是現在的鬼神已經失去了 增加怪物召喚的這個效果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有很多層面的方向 大家可以去思考看看 就是為什麼鬼神會被罷掉 那為什麼輪迴現在放在蘋果或是轉蛋裡面的機率不高 甚至連冰果盤裡面的一切有輪迴現在都沒有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自己的想法是 我覺得它今天把鬼神拔掉是因為 每個人在練功的時候都是輪迴加鬼神 輪迴加鬼神在開 而那個出怪的效率因為太高了 所以可能對伺服器造成的負擔太大 它可能讓伺服器過載啊 會導致整個伺服器很lag很延遲之類的 我自己是覺得可能是因為這樣子的原因 所以導致鬼神就被罷掉了 再來是考慮到最近玩家回流的情況 我們剛剛過了一個新年 然後又放了寒假 那因為現在有疫情所以寒假要延長等等之類的 還有從其他海外地區來玩台灣伺服器的玩家 也都導致我們信封之谷的人口上升 在玩家人口數不斷增加的情況下 而我們的輪迴這個道具的產量就是 沒有提高的甚至 不夠大家市場上所需要 那很簡單就是造就一個原因就是 供不應窮 當然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我可能不用買一顆這麼貴的道具 我可能可以找朋友幫忙放啊 或是我可以去租人家那種 單小時算的輪迴 當然這都可以 可是我前面就講到了 不管你今天是打王型的玩家 或是玩外觀型的玩家 你是連衣角色的玩家啦 什麼什麼的 你今天都無法脫離一個主軸就是 你得練功 我自己覺得只要有練功的話 輪迴這個道具就真的是少不了 而且你只要用過你就真的回不去了 因為它的效果真的太強大了 我聽我的觀眾說其實海外的 我不確定是哪一個伺服器的版本 我不確定是國際服或者是韓服 韓服好像沒有輪迴吧 我不確定因為我沒有玩過韓服 然後聽說他們的輪迴都是有CD效果的 就是你得放了之後 然後它有持續一段時間的冷卻時間 然後你才能繼續再放下一次 所以相較之下的話 台服就顯得非常的佛心啊 你想放就放 你的完全沒有冷卻時間限制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可以上一些網站去找找看 國外的道具的物價 像是國際服的輪迴 一顆可能是好幾千美金在跑 甚至冒險島的輪迴 一顆也是折合台幣 可能是十幾二十萬的那個天下 我覺得相較比較起來的話 輪迴就會 輪迴在台服就會顯得非常的幸福 對你只要花這個價錢 你可以享受到這個效果 當然我覺得國際不同啊 就是每個國家的物價什麼什麼道具都不一樣 我覺得這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覺得台服的輪迴很貴的話 你不妨去看看別的國家的物價 可能這樣子對你來說就會比較好國一點 好其實說了這麼多我總結一下喔 這次影片的結論 就是為什麼輪迴會這麼貴 然後到底值不值得買呢 我自己的看法齁 我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輪迴是你玩風之谷 絕對百分之百不可後缺的一個道具 因為我相信玩風之谷的人 沒有人是不練功的 我覺得我真的沒有在路上看過十等的初心者 然後就一路過了一年兩年 一個月兩個月他還是十等在那邊的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種玩家 所以我覺得輪迴這個道具是 你現在玩風之谷 絕對不可後缺的一個道具 然後為什麼他價錢會一直貴呢 我覺得當初鬼神被拔掉我覺得是因為 所以我們在伺服器上面的怪物數量太多 導致伺服器非常的延遲跟累 然後伺服器過載的情況下可能 官方覺得需要做調整 然後才從鬼神下面嚇到 對甚至連現在蘋果裡面輪迴的機率不高 或是冰果盤裡面不再有輪迴了 對這些我覺得都是差不多的問題 所以那但是我們的玩家人口數不斷的在上升 然後產量輪迴的產量卻沒有增加 而已經買到熟的玩家他也不可能丟出來嘛 對不對 你今天會買輪迴就是代表你需要用到輪迴你才會買 所以你買到之後你不會買了又把它拿出來賣 除非今天你不玩了你要退股 可是我們今天我們現在回來風之谷 回過的玩家甚至新加入的玩家數量 都是遠遠超過我們退股的玩家數量 而我們的產量卻沒有的增加 所以又導致了供不應求的這個結果 簡單來說我們的需求量不斷的在增加 但是輪迴的產量卻沒有在增加 那當然你可能會說 欸有可能未來輪迴大爆出 甚至什麼或是什麼情況導致輪迴量產之類的 確實是有這個可能 但是我覺得可能性不大 因為如果我們的伺服器能夠承受得了這種高壓力的話 當初鬼神就不會被拔掉了 所以我覺得這點就是最大的證明 如果你現在是在考慮想不想買輪迴的話 只要你需要用到它 我覺得現在就是時候買了 目前看來輪迴是沒有跌價的可能 甚至我覺得它會一路漲上去 但是未來漲到多少錢我不知道 不過你今天晚一天買你就晚一天使用 你就晚了一天就是 節省你練功時間的這個效益功能 好我們終於錄完了 以上是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棒 因為除了這個觀眾以外 應該也同時有很多人想要問這個問題 所以這次這支影片我覺得還蠻有價值的 但是我還是要再說一次就是 這支是我自己的看法 不一定是百分之百正 正正確的 好然後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 然後按讚 開啟小鈴鐺的話 就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 欸等一下等一下 對了我有一件事情忘了說 如果你也有問你想要問我的話 也歡迎你可以持續投稿 來問我這些 一些你想要問我的問題 如果你有什麼想要看我做成影片的話 也歡迎你繼續私訊我 或是通過粉絲團找我 那怎麼找到我的話 待會影片之後 有相關的資訊連結 OK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是不喜歡的 把那個代價 是不喜歡的 我喜歡的